7月2号商战情感大剧火法在今举行开机发布会 李游斌李立群潘志荣等悉数出席 该剧聚焦商战的背景 剧中李游斌和李立群两位戏骨节演员 也是进行一场正邪较量 尽管卡斯志荣强大 面对今年大剧走势不佳的状况 李游斌也坦言自己绝不是收视率的保证 他还称此前关于他的天价篇酬的传闻 是居心叵测者的谣言 篇酬的事儿 没那么多 这外表吵了 我觉得真正吵的这个人是居心叵测 只要把那个市场搞好 所以你一个人说话都要负责 切记得负责 不能胡说 别胡说 你这信是假的 对吧 那不就麻烦了吗 发布会现场 有媒体希望李游斌能谈一下 对目前抗日雷剧的看法 李游斌巧妙地避开了回答 而面对是否会去尝试演 穿越剧的搞笑提问时 李游斌也非常幽默 你让我开运 你让我开运了 你让我睡吧 我怕我才不在意 谢谢你 优酷娱乐播报 北京百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